你有想過不小心跌倒就可能骨折嗎? 在台灣骨質疏鬆盛行率有多高 女性為什麼比男性高?我們聽醫師怎麼解答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女生的肌肉量 還有一些本身的運動的模式 第二個就跟荷爾蒙有關係 女生的話因為在過了50歲 有可能面臨要停經了 然後這時候磁性荷爾蒙的步驟就會下降 這時候骨質會快速的往下掉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女性的 目前來說在全球也好 或是在台灣也好 平均壽命都比男生還要長 老人的人口在女性比較多 所以整體平均下來 比例上當然還是女生比較高 根據研究統計 若不小心發生髖關節骨折 每四人就有一人會在一年內死亡 因為直接造成患者的失能 可能會造成或床不起 變成後續的一些慢性病 研究顯示 你一旦遭受到髖關節骨折 約有四分之一的人 會在這一年內死亡 所以其實 骨質疏鬆造成髖關節骨折 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不得不去做預防的 骨質疏鬆要怎麼檢測 又該如何預防呢 醫師這麼說 如果患者有一些下背痛 或肩頸痠痛 或是覺得自己越來越彎腰駝背 停不起來 其實事實上就可以 開始到相關的醫師的門診 不管是內蜂蜜門診 或者是骨科醫師的門診 來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然後再給予相關的資訊 骨質密度會隨年紀逐漸流失 但透過營養攝取 運動還有日照 其實就可以延緩骨質流失的速度 必要時接受醫療介入也很重要 黑猴健康江鴻倫柯盛惠新北報導